我走過去看他畫了一個很漂亮的圖 我只是過去 我說你這個圖好漂亮 會知道我什麼事一事嗎 我接納他 而且我肯定他 我沒有罵他 然後我就繼續 因為我其他要 所以我告訴他們老師 只要再給我一個禮拜 我就能夠打開他的心房 但是我相信李重建一解課就可以了 那是段數不一樣 所以各位要來 OK 四月在四月 對 四月資君老師會在 我要訓練一下日期 那個四月份有一個禮拜三 那個資君老師在服務院國小一整天 早上關課 下午一課 對 很好 因為以前是我全台灣跑 現在換他們跑 我就告訴他們保重身體 OK 老師 還有嗎 老師 大家好 我是台東大學教育系的肖悅穗 那我今天特別謝謝這個軍醫這個 這個這個什麼 高中 高中 給我們這個機會來參加 因為我們教育一年級的學生 還有三年級的學生 能夠參與這個活動 我覺得這個非常難得 也謝謝惠如老師 大力的協助 讓我們參加 因為我覺得這個活動 其實我覺得是激發我們學生 特別是一年級的學生 教育熱忱很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希望他們 除了來學一些教學理念 也學一些教 能夠激發他們教育的熱忱 我想今天透過這樣的活動 我覺得我感受到 希望我們的學生也來感受到 那我有一個問題想請問的就是說 剛剛提到那個 張慧城老師提到 就是說有分組合作學習部分 可是好像都沒有聽到說 怎麼去帶合作學習 那學生就自動會去做了嗎 還是怎麼樣 這是我的問題 OK 老師你的問題很好 當老師要讓學生分組的時候 學生在分組的時候 他會遭遇到非常多的困難 第一個 他不會討論 第二個 討論的時候 誰都不服誰 第三個 有的人非常強勢 你們就是要抄我們講的答案 有的非常弱勢 有的不敢表示意見 有的人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些事情都很重要 那就是第一個 老師要先觀察你的教學現場 如果你有經驗之後 現在有一個國小老師我覺得很好 分組討論應該要具備有的能力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那我要讓那個 如果學習弱勢的學生有機會講話 我就一直抽他們 我所謂的這一組 只有這個D的學生能回答 那就看到ABC開始在教他 所以分組合作學習 當然有很多原則 可是我覺得應該要從老師的教學現場 有時候你根本不需要這些東西 因為學生討論得很熱烈 為什麼 因為你有好的問題的引導 好的機制在下面跑 如果你有這些東西 你就發現學生根本不需要講那些東西 但是如果學生沒有這個能力 你就要做講義 討論的禮儀是什麼 討論怎麼樣才會有高效益 你可以先做講義告訴他 所以不是一個形式上 在那邊執著 而是你要根據你的教學現場 去一直改良 一直判斷 所以學生老師有一個特徵 他一直會遭遇各式各樣的問題 但他越來越好之後 他就開始考慮效益的問題 時間的掌控就越來越精準 越來越好 所以我覺得學生討論到最後就是 精益求精 他一直在想要變得更好 然後發現別人 哇賽 像我剛剛看到 我有我們補充的那個 另外一個幽冥記 幽冥錄的文章 我覺得哇好好喔 你看我就跟他在同時背課 我們兩個根本沒見面 我從他的講義上就開始背課 所以學生討論會讓很多東西開始改變 共備的形式也會改變 觀課的模式也在改變 而且我寫了一篇文章 學師檔要怎麼觀課 很多人說以學生為主體的觀課方式 要觀察學生 我說不是 學師檔不是 學師檔主要是要觀察學生 還要觀察老師 老師怎麼引導 怎麼做講義 怎麼樣主持 怎麼樣統整 怎麼樣輔導學生 這件事情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看看吳永宏剛剛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在跟學生對談的時候很重要 因為他太高了 他應該蹲下來 因為他站很高的時候 他壓力 學生壓力會很大 可是你蹲下來感覺完全不一樣 因為老師把他的權威卸除 我跟你的視線是平行的 以前我也不知道 你從前告訴我的 而且感受真的差很多 我連跟我兒子講話 我都蹲下來聽他講話 而且眼睛看著他 因為以前都說 爸爸你有沒有聽我講話 有啊 那你一直滑手機 我說我滑手機 但是我也有在聽啊 然後他就說 爸爸我不喜歡你這樣 對吧 你看你小孩子他都感受得到 何況是學生 像這一種很細微的方式 就會發現 哇 一些細微的改變 就會讓你的教學現場越來越好 那我剛剛想要回應那個老師 因為我覺得這個 那個老師機很動人 他願意把學生帶來這邊 雖然也有加分的作用 學生有加分他們願意來 但是學生願意來也很重要 因為他看到我們在教育現場的老師 願意犧牲假日來參加一整天 連學生都不願意的 他沒有加分你問他們要不要來 可是在場的老師沒有加分 各位同學 也沒有加薪 你們沒有是不是 有些沒加分 老師有些說沒有加分 那太好 他沒聽到 他沒聽到同學你還搖頭 被老師發現上課不認真聽 那你沒有加分你還願意來 那更感人 就表示你在狀況的話 但是你充滿熱忱 OK 老師是不是還有 大家好 我是大王府中文進學 我本來是要問一個問題 我大概做學時打大概幾個月 那我遇到狀況 遇到狀況就是學生不討論 那你是什麼 剛剛跟我們討論的 的過程中我已經得到的答案 那我很好奇你的答案是什麼 打開他的心 然後就是把整個都把它調 把整個上課流程跟機制把它調整好 是 這個很重要 我跟各位提一個觀念 學生不討論是正常的 學生不想上台講話也是正常的 你要把它當作是一個正常的事情 他需要的是訓練不是責備 責備不一定有用 責備他可能就是迎合你 可是他內心沒有改變 所以他不會討論 不想討論老師要幫他 因為有時候他討論壓力很大 那你要打開他的心 你心靈就要重建 你自己不調整你的心 你看喔 我問各位 你在做學時打的時候 學生不討論你 第一個情緒是什麼 對吧 你是不是流到上面來 受傷難過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公開授課給你一個很 殘酷的班 然後你又覺得可以教得很好 結果哇 教得很爛 那你會怎樣 你是不是覺得很羞愧 那怎麼辦呢 以後就會告訴大家 接受 轉化他 那個心理的狀態 那學生沒有一定要變成這樣 他會變成這樣 都是訓練的 我一直講一件事情 我們小孩生下來就會常常請嗎 你現在收到一個班 然後這個學生都很乖 那就是你有去拜拜嗎 但是他不乖 像慧如老師一樣 你把他訓練到 哇 像他們一樣 你看乖乖的坐在那裡 又有禮貌 又有氣質 又會幫大家做那個財難 我收到這個好的 然後一個 我就一天到晚在跟同事抱怨 那個沒救了 你看那個家長多偏差 你看這個行為 都真的 哎呀好希望他轉學喔 當老師在抱怨的時候 會一直講 就掩飾住老師的無能為力 所以抱怨沒有用 台灣最厲害就是會抱怨 名嘴都是同一領有的嘛 所以老師應該不是抱怨 而是要想辦法改變他 改變不了 就趕快尋求更多的能力 學生黨社群有嘛 所以這個資源系統 我故意把它創造出來 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資源系統 你會發現我們都分散了 你在學校裡面可能也很打擊 因為其他的考試 都給你考記憶性的 結果你活化 你看沒有用吧 他很快就會給你潑冷水 冷水我身上太多了 所以我太知道 連冰水我都有過 OK 老師還有嗎 老師你好 大家好 其實我們的身分有點不太一樣 其實我現在是學生 我們三個是從東華大學 就是今天早上來的 會找到這個訊息 其實因為就是室友 然後因為我們都有學教程 所以就來到這個現場 那我剛剛有想說 因為剛才基本上 發言基本上都是以老師的立場 那我現在想說 用學生的立場來看看這件事情 那我現在是大二二生 我是歷史系的 那其實我覺得我的學習 歷程是還滿幸運 因為我大概從高三開始 我的國民老師跟歷史老師 還有國文老師 基本上他們就是有在 朝這方面在做動力 那因為我們其實是 我們那個時候還算是他在剛四年的 階段的學生吧 就是其實課堂上也會有遇到 其實剛才老師講的那些問題 我都非常的就是 歷歷在目 就是就是同學不想討論 然後就是那時候帶討論什麼 就是不是每個人都會參與 就是是有些人會參與 那就是其實小組之前很神奇 就是他會形成一套機制 就是那個那群學生裡面 就會有人就是開始 就是他會有領導特質 那我覺得那都是需要時間來培養 因為我的高中同學現在畢業之後 其實大家很多在大學裡面 就是還滿有想法 就是都知道說要怎麼去做 對那我覺得那個有時候可能是 如果是在現場老師 就是比較看不到的部分 就是如果沒有在跟那個學生有聯繫的 那其實我覺得其實這條路 是對於學生是很好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走過來 就是有這樣子的訓練之後 我覺得我在大學裡面是有很多的 就是比較方... 就是有要知道該怎麼做的方法 我覺得那些知識其實是起司 但是你要知道怎麼學事情的方法 才是根本 而且我覺得如果可以 就是業老師如果可以教給學生 這些能力的話 我覺得是作為一個老師 就是很棒的一個部分 對 哇塞 我好感動 我們這個不是 不是關起門來自嗨 我覺得學生的見證是最感人的 我很想要告訴這個學生 他今天願意結伴從花蓮到台東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就覺得學士黨成功了 不是只有老師 連學生都願意有想法有行動力 我覺得我們台灣才有未來 所以我說台灣基本上 未來真的掌握在我們手上 我們 剛剛那個老師講的話 其實是丁雅雯校長跟我講的 他跟我說 灰塵 只要對學生有利 就是對台灣有利 這句話給我很大的力量 我不會覺得自己妄自菲薄 我哪怕影響一個老師 他只要教數20年 我就能夠影響2000個學生 各位知道為什麼 我連一個人一開始我都去演講嗎 而且我把演講費都回捐給他們 我要告訴他們我不是為了錢 我真的要為了錢 我不用千里迢迢來這裡 我在家裡寫文章 我剛剛一個小時可以賺一千五百塊 到兩千塊台幣 我一天可以賺一萬塊稿費 而且他虛稿力還很強 因為我幫大陸寫文章 但是我覺得賺這個錢 我昨天還是前天寫了一篇文章 文學創作最後就成就我個人 對吧 這是我的成績 可是為什麼我現在有願意做這些 因為我覺得成就別人的快樂 居然比成就自己還要快很多 所以老師問我說 虧神你還有在寫作文 我說有 但很少 他問我為什麼 我說我在推廣學士堂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你在學士堂是什麼挖歌 我就矛起來講了一個小時 哇 他聽得津津有味 他最後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如果這樣的話 寫少也沒有關係 哇 這個是我很尊敬的老師嘛 所以我就覺得老師懂我 你看他揭鬧我 如果跟我說 哎呀 這個不對吧 應該你的 應該要先成就你自己 是不是 我就覺得 那我就白講了 OK 老師還有嗎 剛剛那個同學太感謝你了 我是來自發蓮艾基地的常文教基金會的廣旗 是 那我們的基金會在發蓮 大概做了 OK 老師你等一下 那邊聽得到嗎 聽不到嗎 為什麼要拿麥克風 各位知道嗎 因為他們等一下就會聊天 所以麻煩老師用麥克風 我再重複一稱 我是來自花蓮艾斯第二村文教基金會的黃旗 那我們這個基金會在花蓮也做了十多年的時間 我們是在做課後輔導 生命教育還有才藝學校等等 那我今天來 我其實是對於學士達也是第一次接觸 第一次聽到 只是說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雖然做這個文教也是做十多年 可是其實也一直在摸索 一直在思考說文教這條路 我們到底要怎麼走 應該要教孩子什麼東西 那我覺得今天真的得到一些啟發 那我想問的是說 因為其實很感動很多東西 因為譬如說怎麼樣思考能力 思辨能力 我們的這個要怎麼評鑑等等能力 老師這個對我來說我都覺得真的是最重要的 那我只是想請問說 我也很想要去觀課 我想要看這些開放課 不曉得花蓮有沒有這些課 花蓮有一個老師叫做江澤偉 昨天還我們在台北碰面 他在花蓮已經開放教室 所以您可以去那邊 他是國小 而且他結合著軍藝教育平台跟學士達 因為我自己也有上課 我除了自己做行政之外 晚上有帶孩子 那我也很想要去學學 那我上網是都可以查到時間跟一點嗎 上網打江是那個江水的江 哲學的哲 我也是 那個老師知道嗎 慧老師你再來跟他講 好啊 謝謝 那我覺得為什麼我們要把 我的目標十年後 台灣我的目標 625間開放教室 怎麼算出來呢 就是每個縣市都有 然後每一科都有 國小 國中 高中都有 那現在有幾間 55間 兩年半 那為什麼怕他最後會變成大爆發 現在還在悶燒 因為有些老師做了 但他不敢開放教室 他對自己沒有信心 什麼時候會有信心 像慧雲老師就會越來越信心 因為他考試成績越來越好 然後他的上課狀態很好 他就慢慢會自然而然想要開放教室 像那個台東中學 那個羅盛吉老師 今天好像有來 他已經開放教室了 他已經開放很久了 他的最大困擾是來的人很少 所以各位可以就進去看 排東就有 國小是那個康樂國小 顏冠明老師 他是用學士打架 軍藝教育平台 而且他也做得很好 那個老師他也有帶學生去看他上課 你就不用千里條條 以前他們像那個冠明 或者是羅盛吉老師 他們是自己坐飛機去台北觀客的 你們現在不用 你們在這裡就在地化 你們就可以化 你們是如果想要看一下主師廟長什麼樣子 去台北觀光順便看一下 我到最後要做一件事情 我讓台灣變成全世界的教育觀光大國 各位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們來台灣玩 可以順便去觀客 結果你知道很多都是來觀客順便玩 新加坡已經來好幾團 馬來西亞年底又要來一團 我幫他安排台北市有哪些國小國中高中 他們要哪一科 我們都配合他的需求 這個就是以後有可能做 你看我們去日本觀光 可以去看他們上課嗎 不可能的 可是我們先做到了 而且我們不是給你一個樣板 你去看到是真的還假的 你根本不知道 他們昨天已經去練習了一個禮拜 你怎麼知道他是真的 有時候好感動 你為什麼好感動 人家都已經 人家連那個學生該罵的 該挑的都弄走了 你知不知道不知道 所以看真實的很重要 OK 老師還有嗎 老師你好 我覺得學師打在 他是可以在培養 二十年後這個社會上 需要的人才是可以用的 那我覺得在東部這個地方 我們也比較多有機會 在我們的課堂上去做使用 可是他我在看 感覺我們備課是 教材要去做很長時間的準備 那可是似乎是 我們在彌補教科書上面的步驟 那可是學師打算是教學技術 那怎麼樣讓我們知道 我們備課的內容 是組合學生的教學指標 那包括在這邊也很多 有代理代課的教師 他們其實很多沒有一些的 教學的能力 那我們怎麼樣去 在這個有一些比較簡單的指標 讓這些老師去備課 那因為有時候在這邊的學生 就即使在普通班 他們差異性也非常的大 比如說我班上雖然只有九個學生 可是就有一個高功能自閉 在那一個學習障礙的學生 那雖然在小學一年級 但是就是備課上面就是已經 我覺得很困難這樣子 是 你的問題很好 而且也很入實 我們中午還在跟王老師在聊 台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認為私培系統基本上崩潰 它的崩潰來自於 它沒有在四年的私培系統裡面 告訴學生他以後的教材的處理 有些有 但絕大部分沒有 因為教授最擅長的是理論 還有他自己研究的方面 他其實不太 他覺得那個東西是小道 我們大學訓練 是要讓你變成一個研究人才 所以我們學生訓練出來之後 哇 他只會考試 然後他有教學技術嗎 好像也不太會 所以你看你的問題出現在 好像也不太會教書 備課能力也不好 那好像要進入學士大學更難一樣 應該反過來這樣講 去填壓相對還更難 因為你要從頭講到尾 而且你要讓學生一直維持在高 高專注的狀態 其實他難度很高 對代課老師或者是新進老師 其實他的壓力更大 所以他們的受傷就更厲害 因為你看到一半的時候 有些學生就開始那個 那你是不是要進行班級經營 你的班級經營 又是學了一堆口號跟理論 那你就要開始想一想 所以很多老師沒有實務 那現在我們想的方法是什麼 我們在同時在幫助現場的老師 學士來進入第三個步驟 今天是工作方 以前我就來台東演講過一次 我們現在進入培訓方 把老師從頭培訓 從做講義開始 解讀文本設計問答題補充 然後各科老師叫各科老師 然後理重建創新教學 然後各式各樣 各科的他會慢慢進入那個狀態 我同時要把這一套模式 用在新進老師 不是私培生 因為私培生投資報酬率效率太低 因為他們考上正式老師很少 可是我們的資源很有限 我們就只能把這些 考上正式老師的老師 我們把他集中起來 給他三十個四十個 甚至更多時間培訓他 換句話說我們要接受那個 培訓的工作 我在台大也開始做 葉秉承老師 我跟蘭惟琳 我們就合開一個私培的課程 我們用最新的教學方式 來教以後私培生 對吧 你看為什麼你現在有這個慌張 你再想一想你大學學了什麼 教官教授你的私培課程 跟教學現場脫節得太厲害 所以你現在很慌張 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各位知道TFT吧 TFT他們是沒有修過教育學程的 可是人家給他藏一個高壓的 每天大概十幾個小時的培訓 好像連續三週還四週 他們出來就可以進到現場去教書 我認為老師教學的專業問題不會太大 是教學技術能力的問題比較大 這個地方我們就用教學現場 民間的資源我們接手來做 那只要做二十年 十年他會脫胎換骨 可是很多老師第一現場他需要 當下就要改變 因為他痛苦很久了 或者是他受的傷害太深 他想要改變 很多老師想要改變 包括各位 不然各位來代碼 可是你找不到方法 那你想要找到更好的方法 你有可能去聽這個 聽這個 這樣也很好 你挑到適合你的 你什麼時候最好 你看到學生重新活過來 你自己教得很開心很有成就感 學生也是 那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狀態 你每天都很興奮的在做講義 不計代價 我的學老師就問說 灰塵你是要出參考書 是吧 怎麼投入了這麼多 我說沒有 這個都沒有錢可以賺的 那說你幹嘛做這個 我說可是我賺到好多快樂 我每次做完講義我都好嗨 哇塞 怎麼這麼聰明的人 可以想出這麼好的題目 然後我就很期待學生會回答出來 結果學長回出來 他們就告訴我老師這個題目好爛 我就受到很大傷害就趕快改 對吧 然後我發現有些學生 我註解了他還是看不懂 我就在修 你看我就一直在進步 一直在進步 我就讀到新的東西 我想哇 這個用到哪一刻可以用 你的腦子就火的你就 你也在自學 你也在思考 你也在表達 你也在創意 他就一直不斷的翻滾著你 OK 老師還有嗎 大家好 那今天的那個研習啊 就是比較偏 就讓我感覺比較偏重文科的 那因為我目前有在上那個 某小的那個數學比較教學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如果是老師的話 會怎麼樣去做數學方面的講義 OK 老師你的問題很好 惠如老師可以回答 你講的是什麼 那個那一童問 但沒有關係 其實我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你知道學習的能力可以遷移 對 像他們最近面對最大的困難 就是我們的英文 其實我們模擬考下來 Z的人數都很少 然後各位書就像博文兩個人真的很恐怖 然後但是我們 決定要重新弄這個英文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開始想要做什麼這樣子 那他們現在下來就是先 他們就會把我們在學其他科的方法 應用到那邊去 那因為數理科 他其實也需要一個引導 那服堂老師 其實我為什麼那時候找他的原因 是因為我知道他的上課 是非常結構化的 對 那一個很有清晰跟結構化的 那個思考的歷程 其實會幫助那個學生 他在這個地方真的就是學會 那以為我們自己在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做兩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 比如說我在想教材的時候 我都會想說 我現在問了十個問題 這個十個問題到底有沒有關係 然後我問完這個十個問題的時候 學生他蓋上課本之後 他記得什麼 然後我們最常做那個動作 就是課本蓋上 蓋上之後就是 他們現在訓練過很習慣性的動作 就是會趕快把課本背出來 可是那個背其實並不是說 我現在硬背 因為以前我看我學生背一整天也背不起來 背兩天三天也背不起來 他就一直在重新做這個事情 然後他們現在很快 一分鐘兩分鐘他就處理掉了 為什麼 因為他在過程當中 他是有結構性的做 對 那數學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以前被批評的 很多的那個建構式教學 我覺得對偏鄉的孩子 你還是要先給他建構一下 那像他們現在在讀的時候 如果他基本東西讀過之後 我們再拋其他問題給他的時候 他就會 他就能夠接得住 而且他會開始思考的時候有脈絡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觀察 他們在上個洪老師課的時候 我就想說 等一下小朋友會怎麼想 對 然後他在想的時候 他的根據在哪裡 我就一直在觀察這件事情 那就發現說 他所有的那個思考 就會回到那個整個文本的脈絡裡面 就像一個數學的思考 他也是有一個邏輯 那他可以重新再回到那個邏輯 太好了 剛剛呂慧老師 他有特別強調說 他們班上的數學 不是也很高嗎 他就是證明了 慧如老師講的學習遷移 可是對老師來講 他一定不能只有學習遷移這件事 我要等待國文老師就我來遷移 所以我要回答你的事情很簡單 國小彰化許服堂主任 他現在在全台灣到處演講 學士堂怎麼樣應用在數學 他會給他音價 然後用學士堂的方式 一直不斷的提問 然後讓他去理解數學是什麼 國中 台北市有兩個 高中 我的班上的數學老師 都開放教室 換句話說 小學國文宣學士堂一貫 12年一貫 數學現在也一貫 英文 現在缺一個高中 開放教室 國小 國中 都開放教室了 我要讓他全部都一貫 所以您遇到的問題 現在有許服堂老師會解決 他已經來台東演講過了 所以下次有機會您可以問他 你問我 我一定答不出來 因為我數學很爛 所以為什麼每一個老師都很重要 每一科 國小老師很重要 而且低年級的老師 又跟中年級一樣重要 所以我一直在期待一件事 學士堂現在推移到什麼程度 之前都卡在小三 他認為小三小四才能做學士堂 但是去年底 有一個小一做了一年 他才告訴我 而且他做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他就開始分享 結果他一分享之後 另外一個老師就說 其實我已經做了一年多了 他也是小一 他們兩個就變成星星下 所以剛剛有一個老師問我說 那我是小一可以做學士堂 當然可以 我就告訴他哪一個人 你去問他 他寫了很多文章 你會分享一下 結果前幾天我要來的時候 哇塞 英哥有一個幼兒園學校 全校在推學士堂 幼兒園 為什麼我後來發現 他跟年齡沒有關係 如果學生不能自學 很簡單嘛 自學的東西變成圖片 變成影像 變成音樂 如果他不會我先教 再來學士堂 他沒有衝突的 所以自學材料不一定是文字 那小孩要不要表達 當然需要 他需要表達 他要不要思考 當然可以思考 那為什麼不讓他思考 是老師 家長認為他不會思考 不是 他很會思考的 OK 老師還有 風姐 我們現在五點了 我們是幾點 四點四到四點四 不過我講不容易到四點 但現在幾點了 現在四點四 哇塞 那如果各位有集市的可以先走 我們可以講到六點五十 因為我的飛機是六點五十 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中華大學理系的選擇 這是我們剛才一起過來的 那我想要請問老師的是 因為我就是去 我沒有教學經驗 可是我有去過營隊帶小朋友 我發現台北有一個很可怕的現象 就是教學都以家長為導向 就這樣說什麼 老師又做什麼 因為他不敢怕被罵 然後怕被這樣子的 甚至連霸凌事件都是這樣說 要責怪哪個學生 然後他們可能去 老師沒有做處理 可是老師回了一句 外國的老師回了一句說 這些老師懂教 就是這些這樣懂教育嗎 所以很好奇在推學生大學的時候 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這樣反彈 覺得說就是隱機關卻跳脫以前 家長所灌輸到的模式 但我很想很好奇 老師是怎麼出力家長的反彈 然後讓學生可以在安心的環境下學習 OK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他如果當你在孤軍奮戰的時候 必然會遭遇的問題 我是後來回避了這個問題 我是先克服 再回避 我所謂的回避 是我創造出沒有親思衝突的狀態 就我剛剛講 我創造出一個學生長專班 而且你是認同你才來報 我要讓這個力量越變越大 就不會老師還要這樣 各位知道我的數學老師 他去年同時教兩個班 一個文組 一個理組 那理組大反彈 而且那個家長還跟他破口大貓 那他就 而且這個家長希望學校換掉他 學校的底線就是不能換老師 最後他就被迫改回來傳統的教學 然後另外一班他就繼續用學生長方式 一直上 各位知道學測考完 他教的那個社會組那一班 是全校第二名 然後那個離主就一班 那他才會有一個很大的信心 那可是只有一個家長 就可以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怎麼辦呢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我以前做的方式 我就邀請他們來觀課 我說你來觀課 所以會來觀課各位知道誰嗎 就是家社經背景比較好的 不然他到空閒來觀課 然後他就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張老師 我以後可以常常來觀課嗎 我說好啊 因為我高中國文都在睡覺 而且他是家長代表 我還要跟家長遊說 所以他在家其實做完會的他就說 哎呀你要知道你們小孩 能夠進這個班 是你們上輩子燒香 人家不一定喔 你知道 他就幫你做最好的宣傳 那如果你真的遇到那種不講理 你有時候也不能怪他 為什麼 因為他的 他的過去的經驗 就是傳統的天涯 分數智商 有很多學生也很在乎分數 家長很在乎 你不是怪他 而是溝通 又來了又回到溝通 這時候來家長跟你咆哮的時候 我也要跟他咆哮 因為他指責我嘛 我就很快要開始封閉 所以旅程就很重要吧 家長反彈的時候怎麼辦 你不是跟他破口大貓 溝通啊 對吧 有時候他會這樣子 他背後有原因的 他以前受過傷 他以前有老師這樣子做 結果他受的傷很深 受害很大 你不知道原因 你就看到行為 所以 老師跟家長之間的溝通 他的難度 比你跟學生的溝通還難 尤其是特殊的家長 所以不要去怪家長 我一直講 家長有任何問題 就是要面對他 想辦法解決 而不是一直怪恐龍家長 神經病啊 我好衰啊 沒有用 想辦法去改變他 所以 怎麼樣創造出一個親師 師生共贏的 你只要進入那一個模式 我跟你講很迷人的 就算有家長反對你 你知道喔 有一群更大的力量 會來幫你 而現在最怕的是什麼 一個人結合兩個三個 變成一個小團體 然後其他人變成沉默 不說話 那個時候老師最傷 因為你就發現 你就是他們炮火的對象 而且孤立無援 大家都能眼旁觀 好一點來 你被罵完之後 他們血性安慰 你就會想說 那你為什麼那時候不講話 所以老師的那個穩定性 我那時候有一個好處 就是人家罵我之後 我就講不出話來 因為我就很生氣 可是我如果講得出話來 也不會是講好話 所以我很感謝我講不出話來 可是這樣是不對的 你那時候的應對能力就很重要 OK 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是 我想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我想如果家長會知道你的教學上面有個問題 我想應該要思考 其實他怎麼知道這樣的一個問題 他都在家裡面 他都在家裡面 然後他也都沒有來過學校 為什麼他會覺得你教得不好 覺得怎麼樣 然後我覺得 我想這個資源 他的資訊去來自於誰 我覺得可以思考這個 那據我來講 我覺得他應該是來自於學生 所以我覺得你做這樣的教學改變的時候 其實我其實 我覺得我那時候做了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花了一段時間 跟學生溝通這件事情 所以剛才我學長說溝通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真的溝通很重要 你不要說 我今天就這樣做 我也不告訴你什麼 那你不就回到威權的時代 我就說我要怎麼教 就是你要接受我這樣教 我今天要這樣教 就這樣教嘛 那我覺得 你是否能夠跟學生去溝通 你為什麼今天要做這樣的改變 去讓學生懂 你的用心的地方在哪裡 那其實我自己 教新的班級 真的改的時候 都是做這件事情 我那時候高三的時候改的 他 我十二月 十一月去看完我學長上課 十二月我就決定要改 學生 一月要考學測 那我但是我花了一件事情 我說老師今天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一節課的時間 我說我要做一個教學上的改變 為什麼 然後等到我在教新的班級的時候 親自做完會我就跟家長 告訴家長說 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改變 第一節課我也告訴學生 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改變 那我覺得 現在的老師應該 可以去除 所謂的比較威權的情況 而是真的是 就像學長提醒的 你拉低跟學生同樣的視線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學生也會看到跟你一樣的東西 那看到跟你一樣的東西 的時候他回去家裡 那時候他就只會告訴大家 家長 我們老師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可以先從學生的地方 去跟學生去做點溝通 因為這個其實沒有人教我們 我們在私培的時候 誰告訴你說你要跟學生溝通 我們自己的求學階段 也沒有人告訴我們 要去跟學生溝通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時代不一樣 那讓學生也了解你的做法 那家長就會認同你的做法 所以像我自己這樣教 包含現在 我自己但是現在 我但是我現在最 一按線 百分之三的學生 只有半的學生 我的家長也沒有人跟我講說 我這樣的做法是不對的 因為我已經 跟他們進來 跟親自做法 我已經告訴家長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子做 我的理念是什麼 我的想法是什麼 那我覺得 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各位老師也可以試試看 當你要改變的時候 您先不要看完之後 哇好興奮 我就要這樣做 然後第二天來 其實就無所思從 奇怪為什麼 老師昨天教 是這樣教 今天是這樣教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他就反彈就出來了 對 那你合法花一點時間 跟他講講講話 那也是一種 單集紀錄 謝謝大家 OK 要跟家長溝通 學士達已經幫各位準備好了 第一個 我有三分鐘的那個影片 可以放給家長看 如果你想要看多一點 有TAG的演講18分鐘 為什麼要改變 改變成這樣 第二個 網路上有好幾個老師分享 我想親時座談會的時候 讓家長學士達 給他們資料 讓他們讀 就告訴他 你的小孩以後就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他們都有 甚至連他們寫給家長的信 都有 你把名字改掉就好 為什麼 我要告訴他們 你要把東西分享出來 降低門檻 所以你做了很好的親 所以他們 但是那個老師說 我從來沒有開過 這麼和諧 這麼快的 這麼愉快的親時座談會 為什麼 因為家長不知道什麼是學士大碼 你要 他不知道是正常 你不能怪他 你有機會 你有義務要訓練他 你有義務要告訴他怎麼樣 那你怎麼樣證明 你可以來教師關課嗎 你看看你的小孩在學校的狀態 你以前都不行了 那好像禁地一樣 那現在可以了 眼見為憑 老師最後一個問題好了 最後一個 各位老師 等一下等一下 他開了車要等一下 各位老師好 大家平安 那個我是海端國小的林老師 那我覺得今天問題想請教一下 因為隨著現在的學士大碼工作法 就是教室越來越多的量被開放了 那他的職上面要去做什麼 他的職要怎麼做一個管理 因為像我自己是一個 沒有教學專業的一個背景 然後就進不到教學現場 所以一開始在授課的時候 也是用那種傳統的 他其實一開始就有很多挫折 那後來有機會 就是網路上搜尋到學士大 那開始做一點點的學士大 的出戰 才發現說 這個就是蠻有果效的一個教學方式 但是 在網路上有看到一些老師的討論 可能是求好心切 就是可能說 他們在執行的時候 可能給學生過多的資訊 然後變成是學生的困擾 或是家庭的困擾 那其實自己想問的是說 在怎樣的檢視 有沒有怎麼樣的標準 可以檢視自己在執行 學士大過程上面的一個標準 或者說我現在在走著 到底有沒有符合學士大的理念這樣 OK 你這個是很好的問題 這是以後我要做的事情 因為現在量那麼少 你要去求職有點怪 高雄市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學士大認證 為什麼他可以做 因為他量很大 他上次局長告訴我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統計 你看局長最愛做統計 在學校做學士大老師有到700個 我不是講過嗎 前年有1200個老師 我相信台東應該不會超過20個 應該不會超過我猜 那等到他700的時候 他去要求職 我就覺得有到 當只有20個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游泳氣開放 我都已經珍惜得不得了 哪怕你去看到一個教學現場 他慘不忍睹 他都很重要 為什麼 各位知道 我講過了 學生講錯也有價值 我在想 那我不能變成這樣 我看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這對你都有 你看他願意讓你進去看 一個慘不忍睹的現場 這老師多勇敢 當然他不會讓你看到慘不忍睹 你會看到原來他做的哪裡跟我不一樣 那好的我就學 不好的我就想到怎麼改變他 你看又來了 我怎麼樣避免這種狀況 在我的教室現場出現 我去新加坡已經四次了 第一次去演講 第二次辦工作方 第三次辦培訓方 我去訓練他們一百個老師 現在還有好幾個老師在做 我第四次就不是去演講 我是進到那個學校 他們把所有的課表給我 我一間一間教室進去 五分鐘 十分鐘 看完之後 我就告訴他們哪裡要改 哪裡要改 你看他們就出現一個問題很妙 當學生在討論 就出現越來越大聲 然後要抽學生上來 下面是不是還在聊天 那老師就 一個老師就會說 哇 我幫他算了幾次 大概二三十次 一直噓啊 那你看那個感覺 學生一定很不好 那另外一個就會變成 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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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 另外一個老師我覺得超讚 你看我大家一直講話 在開始 木頭人 我馬上就安靜了 然後如果沒有安靜 這一組就沒有加分 其他組都加分 木頭人 然後就開始講話了 你看 那我就說 我就很好奇問這個老師說 你為什麼會想到 他說一開始我也覺得好煩 每次都叫他們安靜 可是他們很嗨嘛 他們不是在聊天 他們是討論到很嗨 近不向 那我就想一個法子 你看哪種 想一個法子 怎麼樣快速讓他安靜 你看如果我沒有去他的教室看 我就不知道他想出的這個法子 那這個老師也不覺得這個法子有多了不起 但是他解決了很多老師共同的困難 就是他的動靜動靜之間的切換 很快就非常的流暢 不信你試看看 你到後來會很煩 我叫學生安靜 可是他們很認知 但討論就進不下來 你就又 心情又變壞 如果後面也有關課老師更壞 所以那為什麼要去關課 我看到好的我就學 看到不好的我怎麼逼你 所以你看新加坡他們有一個ABCD的那個字卡 他開下來 他要讓學生練習考題 不想要讓他們自己在那邊寫 那這一題的答案是多少 大家就把A全部拿出來 看我就可以看到學生的學習狀況 對吧 還有學生有狀況是紅綠燈 如果這一題我沒有問題我就是綠燈 我有問題我就把它變成紅燈 如果我這一題可以解決我可以變成黃燈 他就說老師可以看到學生的學習狀況 這也是一個發明 各位知道嗎 我說你怎麼會這麼聰明 他說不是我啦 是教育部發給大家 但大家都沒有在用 因為他在學習打 他才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對他來講突然變得很有用 那他還有發明一個 因為他是小學生 他就弄那個貼紙 你只要表現好 你可以拿一張貼紙 貼在你的個人計分表上面 所以他們舉手搶答很熱烈 不是ABCD嗎 得對就可以貼一張 得對就貼一張 他們就有一個個人 又有一個團隊合作 我說他很迷人 那一天他是第一次公開授課 我是一個小學 因為他參加培訓方 回來之後 他們校長坐在我旁邊 第一次對所有的老師開放 等到走的時候 下課之後 那個整個氣氛很好玩 其他老師就走 我就叫他校長等一下 他說照一下幹嘛 我說你坐下一下 真正的學士打 最後一定會有學生上去 跟老師討論知識 但是我好害怕沒有 我說你也 結果真的有一個學生上去 拿著課本問老師問題 然後兩個就在那邊討論 然後校長說 真的耶 你有沒有看到永鴻也是這樣 他就是自然而然會變成這樣 當然 我不是說過 我不是說過 有本心的幫助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